法國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團隊 七月中從塞納河的運輸船 吊起巨大的木製三角形橫架 2019年歷史悠久的巴黎聖母院 發生大火 教堂屋頂尖塔被燒毀 震驚全世界 法國政府這幾年 馬不停蹄在修復巴黎 最具代表性的古蹟 並計畫在2024年重新對外開放 這是一個示範 納河的努力 這是一個示範 雖然巴黎聖母院 還沒恢復到往日風光 民眾還是可以透過畫作 欣賞這座重要的古蹟 台灣當代書畫藝術家朱振南 在七月十四號 法國國慶日當天 捐贈兩幅作品給法國政府 其中一幅水墨畫 就是在描繪塞納河旁邊的 巴黎聖母院 讓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公孫夢印象深刻 而朱振南老師另外一幅書法作品 正好呼應法國國慶 我們台灣民眾享受充分的自由民主 那是不是在這個社會的進化裡面 把自由民主 法國這個國家所倡議的自由民主博愛 更多的一個發揚 這次難得的台法交流 不僅加深雙方理解 也藉由藝術呈現法國巴黎的地標跟精神 華視新聞楊維敬呂漢會報導 嗨 我是櫻桐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